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期节目我们来聊聊人口普查 现在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 现在不是人工普查吗 咱们先看一个假消息好吧 是吧咱们是不信谣不穿谣 咱们就假定这个信息是一个假消息 是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 现在这是第7次人工普查结果 是13.7亿 当然了这是未经证实的消息 老龄化特别严重 占了16% 第二个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这意味着将有1500多万的光棍男 第三生育率正急剧下降 生育率已经跌破警戒线 成年人单身人口将会突破2.4个亿 结果率将持续6年急剧下滑 就从我自身角度来出发 我看到这么一个每10个女孩出生 就有12个男的出生的时候 现在男的找对象可困难了 可难找了 男女比例失调 就按照1500多万的男光棍找不到对象 这将来都是社会不稳定因素 实际上单身的比较更多 实际上成年单身人口将会突破2.4个亿 一半一半就有1亿多男的找不到对象 男的挺苦逼的 不过女的也挺苦逼的 因为男女比例的问题 导致这种社会观念的扭曲 价值观的扭曲 世界观的扭曲 当然这就有点跑题了 咱们主要还是聊人口的问题 那么这一次人口普查还有一些据说是内幕人员 说这个结果这是某个网友爆料 第7次普查的时候 他是普查员 录数据的时候就会说人数不达标不够 硬要编一些假的数据上去充数 对于这些人家庭收入和工作 还不允许填无工作 都要填有工作 有工作的话 这个失业率就降低了 连七八十岁的老人也要给他们填 这个农耕种植业 就是说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 你有没有工作 这不是你说的算 以新王社为准 或者说以日人民报为准 或者说党说的算 还不允许过多的填退休和无业 特别假 他说这60%都是注水的 新生儿和死亡人口普查那里 原本界定的是一年纪的数据 结果由老人家过世几年 甚至十几年都得填上去 不填就是和上级系统对应不上通不过 还有那些在医院里边出生的新生儿 不管他是不是住在本地 你都得填不填就通过不了 你说这个造假也是一门学问 这跟美国去年11月3号 2加2等于5的那个事有的一拼 有人说这个造假不容易吗 这个说字你要里填就行了 其实跟你说这个造假更费脑子 填真实的数字你就照抄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假的你要把它编的合乎逻辑 这就是一件十分考验智商的事情 这个人工普查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 这个统计是2.38亿 那么2020年0到14岁的人数 这里就变成了2.5亿 就完全就不合逻辑 那这1200万人跑哪里去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疑点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2020年死亡人数的问题 这个官方公布2020年减去2019年的人口 人口净增长是1173万 然后这个人口出生是1200万 减去净增长1173万 得出了2020年的死亡人口只有27万人 不合逻辑这27万人 你想想去年过武汉这一个地方人口就减少了多少 这里死亡人口只有27万人 这不合逻辑 往年每年死亡人口约900万 到了2020年死亡人口的数据就只有27万 这很有问题 当然这个怀疑归怀疑这个数据很有问题 那不是你说的算 包括刚刚是有网友在网上爆料说这些数字 这都不是准确消息准确消息谁说的算 那是党说的算 以什么为准 那是以日人民报为准 那是以新华社为准 CCAV它说是多少 那就是多少 反正这么多年了也都被骗习惯了 其实稍微有点常识的 咱们不用去算准确的数字 人口肯定是不足14亿的 因为现在有太多的因素 导致这种新出生的人就越来越少 首先一个中国有这么多单身的 我之前我估计有4000万单身男性 其实这还只是一个理论上 就是说所有的女性全部都结婚了 都嫁出去了 就那还剩下至少4000万人找不到老婆 这是一个完美状态下 但是实际上是不完美的 实际上因为这种男多女少 就造成这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 世界观人生观都变得扭曲了 女生他们子偶也是挑花眼了 以前我在20多岁出头的时候 那时候经常会遇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我们出去玩 往往是七八个男的 然后有一两个女孩子 有时候朋友一约吃饭 一个女孩都没有 这个饭局我都不想吃 去KTV唱歌我都不想去唱 一个女孩都没有 一群老爷们在KTV里面唱爱如潮水 你放眼看去全部都是男的 全部都是哥们不好玩 没意思 然后好容易约了一两个女孩子出来 同时都是好几个男的对他一个暧昧 在这种情况之下 女孩子挑男朋友也挑花眼 今天还看了一个段子搞笑的段子 是一个很讽刺的段子 一个男的白天去相亲 碰到一个挺漂亮的女孩子 女孩子说我这个批你要30万 结果男的就觉得没钱谈不拢 晚上就找个地方去消遣 去KTV也好 还是去验子会也好 让妈咪介绍一个女孩子进来 结果进来的女孩子正是白天 跟他相亲的女孩子 白天要30万 晚上只要300 当然了在这里一帮水端平 这个男女都有问题 男的你去那种场所 你也有问题 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 道德体系已经是乱了套了 已经是很畸形的了 在中国这边土地成长的人多少都有点心理问题 人们一不结婚或者说是晚婚晚育 在这一点新出生的婴儿就会严重的降低 这是其中之一 还有其中之一 就是说人们生活的压力特别大 之前也说过一次两次三次了 因为之前说了太多了 所以说这期节目就是放到后面 咱们稍微点一点压力太大 从怀孕那一天开始 就要开始各种各样的费用 开始去医院检查一次两次 这不都要花钱吗 这跟国外不一样 西方国家只要女的一怀孕 这个家庭男女双方都会一定程度的享受 各种各样的这些福利补贴 但是在国内没有 从怀孕那一天起就开始 一直到孩子成年之前 这你算下来好痛苦 这20年感觉就是一个无理洞 孩子生下来就要喝奶 如果说你老婆身体比较好 奶水比较充足 可以母乳味 那你还真有福 孩子喝母乳 发育肯定是比喝奶粉的发育要好的 如果说身体不太好的 奶水不够的 你要喝奶粉买奶粉 这每月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很大的开支 中国的奶粉比国外卖的贵多了 之前我还往国内去邮寄过几次奶粉 这边的奶粉确实比国内卖的便宜 而且还喝的放心 然后三岁以后上幼儿园 上幼儿园的时候 那就开始烧钱了 你还得要祈祷 不要上那种红黄蓝那一种幼儿园 什么老鼓团 我这个太黑暗了 然后接着小学 在学校里面就开始攀比了 家里没有钱没有事的 还不在学校里面还受老师白眼 然后还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班 被老师各种各样的攀剥 最近这两天成都四十九中的事情 养了一个孩子养到高 说没就没了 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 这种事情只是在新闻里面看到 没想到今天发生在我身上 像这种天灾人祸 又造成多少人意外的失去生命 越说这个话题就越沉重 现在就是人不愿意生了 谈不起恋爱 结不起婚 生不起孩子 养不起孩子 教育不好孩子 这几座大山给压子 谁还愿意去生孩子 这低欲望社会 这就是典型的低欲望社会 有科学家曾经拿动物做试验 如果说某一种动物 它活的非常不快乐 它处在一个低欲望的这么一个生存状况 那么这个族群它繁衍的动力就会减少 你把这个实验结果放在中国人身上 好像也说得通 现在也是低欲望 就是说光活着就已经是精疲力尽了 每个月你赚的钱 除了交房租吃饭人情来往 日常开销买衣服 交电话费 水电没气往这里的 没钱了 哪还有什么欲望 光活着就已经是精疲力尽了 还提什么谈恋爱结婚生子 所以说这一次人口普查 还居然有14亿1178万人 还是一个挺吉利的数字 一起发财一起发178 是吧 很吉利的数字 这个数字肯定就是有假 也是造假造了有水平 就是说在中国 其实有很多那些有聪明才智的人 他们都是投靠朝廷为朝廷效力了 然后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去造了这么一堆 漂亮的虚假数字给你们看 你要说信吗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是不信 当然就算你不信 这也没有办法 毕竟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 那是党说的算 以新华社为主 以日人民报为主 就是这么一个数字 而且这么一个国家统计局的数字 一放出来 国外什么各路媒体 再去参考中国数字的时候 这就成为一个可以引用的 一个标准答案的数字了 现在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割酒菜割的太狠了 人家割酒菜还是要讲究科学方法的 你还不能齐根割 你还得定点追肥 这个韭菜才能一茬又一茬的茂 但是中国它割韭菜割的太狠了 这个韭菜都已经是长不出来了 所以说这一次人口普查数字 肯定是14亿以下 现在得出这么一个14亿1178 这么一个结果 还就是一个维稳的需求 你看中国人口没有减少多少 还很稳定 大家继续去四月静好 好那就聊这么多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